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保力有限公司》一路以来 理念都是想做到香港其中一间 比较知名、有实力的财务公司 这是我们一路的发展方案和目标 主要的业务范围是包括私人贷款、物业案件、汽车融资 和一些公司提供总有放置人牌照的财务公司 应该是超过1,700家人 我们是跟千多个比较竞争 我们的行业里面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有一定的实力在做 这是我们有的优势 将来我们希望做多些市场 或者做多些其他的东西 令到自己的公司品牌做得更加好 希望再会发展下去 我们公司的群组 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来自铃铛的 我们对于整个财务 或者是放财务公司的知识 是会比较多一些 一些客人可能是因为不了解 或者是心急的情况下 去到周围找财款的 上到来我们保力的 除了真的可以拿到资金需求上的 我们又会教到一些正确的理财概念 给到一些客人 这个是我们公司上的优势 还有在坊间上 叫做 运营运了超过20年的财务公司 是比较少的 我们其实在保力 我们差不多已经接近30年 我们客户就真的不少的 有不同的客户 亦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有客人是来借钱 然后发达了一家公司 做得很好 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感恩的 我们都希望 当然做生意的 尤其是做财务公司的 我们借了钱出去的 都是希望客人准时还款 准时还款之余 我们亦都希望听到客人 是今次借完 可能下次上来借钱的话 是告诉我们 他公司是来业务扩张 又有短期资金区 我们更加开心是听到这些话 这些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不是你今天借完钱 不好意思 老板我又搞不定了 又上来借钱 其实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们想看到的番范 就是说 譬如你开了第一间分店 做到生意了 到第二间分店 因为我本身这间就刚刚好 我就在扩张着 但有些装修短期的需要 又再问我 其实这方面我们会开心点